- 你们的会有敏感的吗? - 敏感是什么? - 你们会有敏感的吗? - 敏感哪方面呢? - 你说这个麦克风? - 你要靠近一点 - 因为这个收音比较那个 - 这个可能你要稍微靠近 - 哈喽大家好 - 现在是下午快02分了 - 我们还有一首歌的时间2分钟30秒 - 我们就会开始Live - 所以呢如果你现在看着FVLive的话 - 如果你想要通过收音机收听 - 也可以FM106 - 或者是在cdplusfm.my - 可以线上收听 - 所以吉安现在已经在现场了 - OK - 啊哈哈 - 吉安可以对镜头 -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 就是可以留言 - 那我们如果时间够的话 - 就会有一些分享或者是解答 - 吉安也在现场这样子 - 好 - 还有2分10秒 - 你这样OK吗 - 你那个这个麦克风 - 就这样你可以哦 - OK OK - 我自己会调 - 好的 - 因为如果用这个的话可能会 - 啊? - 我说如果用这个会挡到镜头 - 啊 - 所以就让你用这个 - 要剪了我们的声音 - 用什么麦克风都可以了 - 哈哈哈哈 - IO - OK 来看一下 - 这个 - 它在这里 - 阿玛 我们的摄影的可以拍照嘛对不对 但是讲这个手里 对对对可以拍 对可能要拿到一张一支 别讲可以吗 你可以坐这里 还有没上去 不用紧看那边 你们可能要稍微移动一下 记得手机要关身 谢谢 确保一下谢谢你 好我们还有五十秒 OK 就会 谢谢 可以哦 三十秒 哇那个味道还是很呛哦 我一呼吸就 下午2点04分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是吴叶坤的百姓 你在收听的是CD Plus FM环球直通 你好 我是佩玲 今天呢就是星期一嘛 那星期一的重点单元有这一个就是全球华人 今天的全球华人呢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嘉宾要来跟我们聊一聊的就是关于香音母语这件事情了 其实我们都知道说这个语言与文化还有民俗呢是息息相关的也是传达各种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还有管道 那在这里呢要跟你分享一句话哦 这句话呢是由中国语言学家刘半农他曾经说过的 他说呢方言是一种地域的神位 哎 方言呢富有特色的一个表达 往往呢是与一个地方的风俗文化等等呢是相互融合的 是乡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那其实呢对于大马华人来说啊 从这一个我们就是一出生了之后呢 其实我们就普遍呢是在一个多元多元语言的这个环境中成长的 那上学之后呢一般人华人嘛都在接受的是三语的教育 那就是华语英语还有马来语 但是呢如果说家中的长辈在日常生活中没有用方言跟孩子沟通的话 那这些孩子们呢在长大以后 其实对于方言的一个熟悉还有掌握也就越来越浅 那这个掌握度呢也就越来越少 那现况呢可能对于现在很多的朋友来说是有一点遗憾的 比方说有些人可能是潮州人福建人或客家人 但他可能听得懂但不会说 但有更多的一些年轻人可能是连听也没办法听了 跟家中的长辈可能也有没有办法沟通这样子 可是呢再加上呢现在呢 我们说啊随着这个中国的崛起 在世界的这个国际的平台还有地位上越来越重要 城市化也越来越快 还有一个人口流动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也越来越多 那华语呢更是广泛的被使用 所以你可能就会说了 那在越来越全球化的这样的一个现代的环境 其实方言还重要吗 那重要的点在哪里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哦 所以呢今天的全球华人要给你介绍的这位嘉宾 我们有香音考古工作者张吉安 好欢迎吉安 你好我是吉安 非常感谢City Plus FM 今天乐意要来听香音这回事 用乐意这一个词 因为并不容易在这个时候要推动所谓的香音 那吉安有说不容易 而且呢可能在很多的主流平台 或者是管道上比较没有被关注香音这件事情 可是吉安其实在十几年前就开始进行这样的一个工作 十二年前 十二年前为什么当时候会开始呢 我想我跟大家的成长经历都一样 我一提到这个香音 大家可能就会把它切换成方言 那一般上我不说方言 这个方言的这个词汇是源自地方语言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因为普通话算是一个主流 大家共通用的语言 后来大家就把各个地方的语言归类为方言 就是地方语言的意思 那当然有了普通话 有了地方语言这样子的一个界定之后 我们就发觉到有一个高低之分 那么后来我们也发觉到这个方言这样的一个定义 也传到了东南亚 而我们在东南亚 包括在马来西亚跟新加坡这两个地方 主要我们祖辈带过来的语言 其实并不是普通话 都是各个方面的 比如说闽南话 有这个客家话啦 广府话等等 这些南方的这个语系的语言 来到这个地方就变成了一种共融共存的一个景象 只不过到了这个50年代到60年代 我们知道电影的这个崛起 也包括了主流媒体慢慢的崛起 包括有广播电台 有所谓的这个电影的一种 推播出来的情况之下 我们慢慢的就是懂得说这个所谓的华语 当然在当时我们马来西亚还没有独立之前 都共用所谓的国语 因为我们的祖辈当时还没有真正一个 所谓的国家的一个身份的认同 后来国家独立之后 我们当然都以华语来统称 渐渐的那华语算是一个华人共同的语 大家都懂得用 大家都懂得说 那自然而然的就是会用方言来界定不同的这个所谓的 语言的这个定义 然后来慢慢的在1980年代我们受到新加坡的影响 1979年 新加坡推行了多讲华语少说方言的这个运动 它的影响是特别的深远 你知道在新加坡是由国家来推动的 可是它传到了马来西亚是由华社自己来推动 那大家对于方言这一回事就突然间有了一个疙瘩 就觉得会不会讲了方言就会影响我们学华语的这种纯真性 纯正所谓的纯正可能就会可能发音就没那么的这个通顺 后来大家就以禁止这回事 我们曾经经历过的80年代 虽然是少说 这个这个运动是少说 但是后来是变成了禁止 对 我相信你 变成不说 对 因为我本身也是80后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可能在学校里面或者是长辈 其实都都确实会跟我们说华语 就是强调了华语的一个重要性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批是强调英语的一个重要性 但那个时候的方言确实是就是没有地位 或者是真的就觉得说说方言好像是不入流 甚至我觉得有一点因为要罚款 对 在学校里面 对要罚款 甚至我还经历过要挂一个牌 就是多讲华语 我不可以讲方言这样子 这样子一个牌子 后来还会扣分 那自然而然在我们的成长的这个印象里面 它是罪过的 为什么呢会扣分吗 你讲方言就是会犯错 那你会扣分 会有诸如其类的那种惩罚 那变成了我们的既定印象就是 说方言不入流 他是做错事 他是罪过的 甚至是他不可以在学校做 那这样的一个印象 对我们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来说 30多年之后 我们现在已经可能有能力的话 已经成家立业了 虽然我还没有能力成家立业 可是很多像我们同辈的 都是当了人家的父母亲了嘛 对不对 那自然而然 他的那个多讲华语 少说方言的印象 还根深蒂固的 在我们的脑海里面 那自然而然就会觉得 我就不应该教我的孩子 讲方言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就造就了我们 不会把这种所谓的家族 籍贯的根源传达给孩子 那自然而然 我们就会慢慢的遗忘 所以我觉得在现实 这个社会讲华语是一个主流 可是我们不应该也把它给忘记 就是各籍贯本身的一个根脉 所以我觉得在今天我们提到方言 或提到相应的时候 我们并不是去排斥讲华语 而是要让不同的语言 有共荣共存的一个地位 是我觉得同时存在非常的重要 而且再加上 其实因为我们以前的认知 就感觉上好像是只能择一 他只能有华语的出现 然后方言就不能 或者应该要少还是什么的 但是我也非常认同吉安的一个说法 他必须也不是说必须 但是他确实是可以同时存在的 因为其实他们在扮演的是 不同的意义嘛 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社会 还有生活中 所以12年前你就开始了这一项考古工作 12年前是基本上是因为刚好碰上了 因为其实是在2002年 因为我的外婆去世的那一刻 我才惊觉到原来我的外婆的声音也流失了 我从来没有去记录过外婆的声音 后来才发觉到我身边的两个重要的女人 当然不是我的女朋友 现在她很重要 我之前更重要的就是我的婆婆跟外婆 因为我的成长经历 因为都是乡下嘛 我们知道乡下老人家并不是没有说学过华语 所以他们的语境都是方言 比如说我的左耳我常说我是听广府话长大的 我的右耳是听潮州话 那到我的朋友群我们都是讲所谓的福建话 福建话 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有点南洋人说的话的那个腔调 可是我觉得学语言本人本来在我们的这个学习的环境当中 我们就是能够接纳多元的 我从来不会认为你学了一个语言 你会造就影响你学另外一个语言 我们脑袋其实会同时转换 对这已经受到科学的一个证实 坦白说 而且语言掌握的越多学的越多 其实它反而可以刺激我们脑子的一个细胞的活跃度 其实可能讲一句比较通俗的话 就你会变得更聪明一些 所以它是一件好事 它是一件好事 对 所以你就觉得说这件工作很重要 你就开始了 可是十几年来 十二年嘛 所以你在进行这一项所谓的考古还有采集的过程中 我们知道说这一件工作其实不容易 因为它首先第一它就是可能不太阻留 那第二它可能不太受到重视 所以十二年来其实能否 当然我知道这十二年来真的要把它细分为好几个领域 比方说一些比较挑战的地方 一些比较难受的地方 一些比较感动的地方 它必然有非常多 但是如果要请你提几个例子 比方说受到比较挑战的地方 其实主要在哪 挑战的地方应该开始的时候 因为你到民间去采集 当然老人家被你访问的时候 他们都会问你要来干嘛 你要录来干嘛 甚至他们说这些东西都 我的孩子我的孙子都不想听了 你干嘛要录下来 所以你要花很长的时间跟大家解释 那当然前面的两年到三年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 当然有机会在媒体上面跟大家解释 比如说在报章啦 在电台啦 在主流媒体 当然我们也发觉到 你必须要去传达跟传播 后来大家知道 哦原来你想找的就是我们的童谣啦 歌谣啊 后来我再慢慢延伸到 不只是童谣跟歌谣 因为我觉得让大家知道 每个机关本身它是一个载体 载体不见了 我们的文化就会销声匿迹 这样的一个讯息传达出去 大家自然而然就会完全掌握到 为什么要做相应采集这一回事 所以开始那个阶段里必须要花很长的这个时间去解释 所以基本上我都在解释 为什么要去采集 为什么要录音等等 后来我的对象都是锁定在老人家 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说的这个方言 一般上大家都在界定成 我们是混杂的 可能杂了广府画 福建画 潮州画都在里头 混在一起 对 但是我觉得这也 这也是我们的特色 我不会去排斥它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融合的特色 只不过后来我发觉到 想要去寻找不同这个相应的这个类别的话 你必须要从老人家去着手 而且我的对象都是70岁80岁以上的 越老越后 当然他们有能力 可以跟我分享 后来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慢慢延伸到 我在这个社区做一些社区的工作 那后来因为刚好在吉隆坡 长期都在做这个老街 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那后来就觉得磁场街也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的地方 我们到磁场街看可能就是一个广府画比较多 可是我们不知道原来当地客家化也是当地的一个主要的源流 只不过它慢慢的没落了 后来才发觉到这些老人家 他们都是躲在某一个角落 你必须要去把他们挖掘出来 这样的一个工作慢慢的就是你必须要从一家走到另外一家 就慢慢的去敞开他们的心怀 让我走进去录音 是而且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们可以可想而知 就是你除了需要花费非常多的这个时间精力之外 很多时候还要自掏腰包 因为这样的工作在一开始 当然我们看起来它绝对是没有商业利益的 但是换句话说 它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记载的部分 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相应还有方言 其实很多都是口传 因为以前的人可能对 他没有文本 对没有文本 因为他们也没有上学 可能对文字也没有办法掌握 所以都是口传 那口传的部分我们也知道说 随着这一些老人家一个一个的离开 离去 那我们能够掌握和能够知道能够接收到的也越来越少 虽然说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媒体或器材可以记录 但总得要有人做 所以吉安就是其中一个在进行这项工作的人 好那我们再进入下一段之前 刚刚吉安有讲到一个就是 一开始是先从歌谣童谣这样的一个部分开始 所以在这边呢 其实吉安也准备了几首的这一个所谓的歌谣 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来分享的 或者吉安 我在选一段 可能从自己自己开始 我觉得每一件事情 无论你从事哪个工作也好 你哪一个领域 都是从自己的自身的记忆开始 我为大家选来这一段是我童年的一段记忆 这首歌应该在过年播 可是它也不是过年歌 只是我们在北马 你是吉大人吗 我是槟城人 也是北马人 我们都是会说所谓的北马的Hawkenway 对 然后我们基本上我们都有共通的一种语境 然后当时在过年前 我们村落有一个习惯 就是大家都会围在这个水沟旁 千万不要听到水沟就觉得它很肮脏 以前的都 水沟都很清澈 我们可以在水沟抓打架鱼的那一类型 那过年为什么会在水沟旁做烧烤这个桂嘎被呢 因为特别热嘛 你需要凉快 对 所以我们家里村落那边就有一个传统 就是大家都会围在 或者是一行的排在那一边 每个人就在那边烧烤桂嘎被 那烧烤的一半的时候 几乎所有的妇人 或者是这些老年人 他们脸都会通红 所以我们那边就会有一段 这个所谓的桂嘎叫 就在那边流传 那前几年我就把这首桂嘎 就编成了歌来唱 是蛮短的 然后也混杂了一小段的潮州的桂嘎 因为我的成长环境是两种语 三种语言 广佛话 潮州话 跟福建话 跟福建话 所以就把这两首跟过年 跟桂嘎被 跟这个大年初一有关系的 同样串联在一起 是以这个中软来谈唱 那当然呢 听到吉安在这么说的时候 其实我脑海也开始浮现了 我的外婆 也是会烧烤这个桂嘎被 其实到了现在 只要她的健康还允许的话 她还是会进行 所以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桂嘎被 然后呢我们先进一段资讯 资讯回来之后 我们依然有张吉安在现场 像我的声音吗 不像吧 不像我的声音吗 像我的声音吗 不是你唱的吗 我唱的 不是 不像 不像耶 因为我以前学过唱大戏 哦 不像耶 你讲其他方言就不一样了 你会变调 对 没有你熟悉嘛 而且我们有那个 所谓的 空啊 我们会变调 其实就是不同的语言 让你变成另外一种调 对 真的 我听不出是你的声音耶 你讲话跟唱歌是 不一样的 对 不一样的 好有趣哦 你有一位朋友是旅居在纽西兰吗 叫惠莉 是你的听众吧 应该是听众吧 跟你打招呼 然后Darren15说 好想念你的声音 他们都 所以我不要被这些人影响 因为我很决定 很坚决 你就是想要做你的事情 然后 那你是从另外一种 没有办法分心啦 其实做广播 要花很多心思 其实很巧 那件事情出来 好像让我要决心 广告多久 呃 大概五分钟 嗯 我可以跑去上厕所 可以啊可以啊 可以可以 来 你知道在哪里吗 有一个木门的 转转一下 啊对 木门你就看到一出去 所以现在镜头前面 大家都知道几岸去上厕所 我当你去上厕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 惠丽原来是极暗的听众 对不对 ok 小时候听华月姓当家 风称卫 啊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你听得到 it's ok 没有说什么秘密啦 哈哈哈 哈哈哈 ok 还有Ju Wynn 哈喽 可以留言哦 如果你们想要问极安一些 就是 什么话 或者是 想要知道他的一些什么事情 关于相应这件事情 大家都可以留言 我们都看得到 我们都看得到 惠丽是住在纽西兰哪边 嗯 可以告诉我哦 哦原来是极安的词党啊 哈哈哈 好谢谢你提醒 我们都知道 哈哈哈 极安加油 好等一下传达一下 朱商记 谢谢 应该没有人WhatsApp进来吧 搞不好有 蛤 有啊 呃 你的死党 说要 问好你 叫做 风称卫 风称卫 哦 在纽约咧 在纽约 真的吗 所以他现在纽约 纽约现在不是半夜吗 对对对对 在纽约咧 他很可爱 他说提醒我们 现在Live's up 所以叫我们不要 就是我们在斯坦 他就要听到 斯坦 就刚才我们在这边讲话 聊天啊 哦哦哦 然后 惠丽 惠丽是你华月星当家的听众 就住在纽西兰 谢谢 踢咖波 我很喜欢踢咖波耶 OK 不要让我有点后悔的感觉 然后朱桑季就叫你加油 朱桑季就叫你加油 朱桑季说全力支持你 OK 好 然后还有一位朋友呢 叫做Fo Kong Pui 他说他听了12年你的声音 依然是非常棒的主持人 他说他来自萨拉月 今天声音有没有改变呢 有吗 我不知道 那个Fo Kong 你觉得今天几暗的声音有没有改变 哈哈 OK 听到啊听到啊 听到啊 先镜头拍着我们的 然后 孙德俊 德俊大哥 OK 德俊大哥说 下午好 哈喽 谢谢你 什么时候约我吃饭呢 谁 德俊大哥吗 约买我啦 哈哈哈 OK 我们还有1分30秒 好 好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或者是有什么话想要跟吉安说 都可以留在我们的live的下面 对 可以留言 OK 然后回来之后呢 我觉得我们可以聊到的是因为12年的挑战 你听到啊 就我们刚才聊到的是12年的挑战嘛 嗯 那我觉得说等一下你其实可以延续这个话题 就是其实虽然挑战很多 自己做也比较孤独跟辛苦 可是你觉得其实有什么原因 让你觉得一定要做这件事情这样 好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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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2点27分 有Erica的这一首《饶》出现在CD Plus FM环球直通 你好你在收听的是CD Plus FM环球直通 我是佩玲我们现场有 大家好我是吉安 好那我们现在呢同时也在我们这个CD Plus FM的脸书上进行直播 那有一些朋友也来打招呼了 包括一些在纽约的朋友 在纽西兰的朋友 还有在沙拉越的朋友都来打招呼了 OK真的是大下午好 谢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全球华人 那今天呢在这个全球华人的现场呢 我们有吉安在跟我们聊的 就是关于他一直进行了12年的这个相应的考古工作 那在上一段呢我们就有聊到的是 在这12年来遇到的一些挑战了 那其实当然我们都知道说除了挑战之外 他必定会有一些感动到吉安的地方 能够让你12年来都非常坚持在做这件事情 有时候有一些事情先感动自己 再感动别人吧 我想凡事都会有挑战 什么工作都会挑战 广播也会挑战 什么工作挑战 那我想如果真的要找到一个支力跟助力 延续这件事情 我觉得可能你总会觉得好像在某一个角落 一些老人家等待你去采集 那我知道可能在这近这十年来我们有了网络方便 他也是一个助力 因为很多时候老人家知道我在做这方面的事情 可是老人家他们不懂得上网 他们都会告诉他的孙子 他们看他们告诉他们的孩子说 你能不能够通过FB啦 或者通过私信的方式来告诉我 叫吉安赶快来采集我 然后我往收到在这方面的这个信息的时候 当然一方面是很开心 另外一方面是觉得蛮感慨的 因为我只只能够有一双脚 走的地方可能不能够走太多 那么觉得自己的能力有限 后来我都告诉对方 包括告诉他们孩子 他们的生子也好 能不能够你们自己做 我觉得大家都能够做 所以我觉得我在做这件事情 有时候传达的不是我吉安一个人能够做 而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 传达的是一个概念的时候 你会发觉到这个责任不是我一个人扛着的 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一起来记录 记录这一回事在每个家族都很重要 好比说我到这个中国去 在福建 在广东 我到那边去做一些交流的时候 甚至当地人 他们已经有一个村落的所谓的故事馆 那这个故事馆是怎么成立的呢 就是每一个家族本身 他们都可以去录制或录音各家族 可能自己爷爷奶奶的故事 那么他们就交给这个所谓的地方的一个管理员 然后把他们书写出来 就变成了所谓的这个村落 可能这条街可能只有十来间的这个房 这个屋子 那大家就会觉得 这十条 这个这条街的十间屋子的 也有他们的故事可以说 有声音 包括当地的歌谣等等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立自己家族的一个故事馆 打个比方可能你家里本身有一间房间控制的 你就可以收藏你家族的一些 可能老照片啦 或者是阿嬷留下来很重要的东西 而不是丢弃它 那包括当然 我们现在有了手机 每个人都有能力买相机 就可以去录制自己家里面阿公阿嬷的声音 哪怕有一天他们不在了 可是这些声音被保留下来 这些声音被保存下来 你想看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甚至一百年之后 可能你家里已经走了第二代第三代 第四代第五代了 可是这些东西就变成你家族的一个资料库 你想看 你一百年后的孙子可以看到 听到一百年前阿公阿嬷的声音 那个感觉 对啊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能力做 可是大家却忽略了 我在想说可能在 为什么会有忽略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 可能再有一个前提就是 可能还没有察觉到它的重要性跟它的一个历史性在哪里 所以可能这一块是比较需要在这个时候先告诉大家 或者先传达出去 因为你总得要先知道它的重要性在哪里 或者你觉得它的意义在哪 你才会想要去做这件事情 当然在传达的过程 大家知道意义之后想去做却来不及了 比如说我常遇到的因为录制的一些老人家可能若干年后 可能有一些可能比较快一点 可能我录了大概半年之后 就可能他的孩子跟我说 他的妈妈去世了 那往往我接到他们的电话 当然感慨之余 另外一方面觉得很欣慰的 因为我来得及把他们的声音给录制下来 那接下来他们都会跟我说 能不能够提供声音拷贝给他们 当然我第一句话就说 你们没有录吗 你们怎么不赶快录 因为我往往我只能够在这个老人家的家里面 待上半天的时间 我开启了他们的这个记忆 那接下来每一天几乎可能都会有很多想起的东西 我没有办法天天去他们的家 那后来都会接到这些老人家电话 我又想起了一些 我只能够通过电话去录音 有时候可能地方太远了 我也没有办法天天去那个老人家的家中 后来都是用电话跟老人家保持联系 他们真的 他们有时候想到一两段 他们说那天我跟你说的还不完整 我后半段的那童谣我又记住了 你能不能够再来帮我录 当然我能力跟这个时间有限 往往都能只能够通过这个电话的方式去延续 他没有办法完成的这个歌谣的采集 那后来老人家去世之后 当然我还是可能我也变成老人家了 我就会唠叨一下 怎么你们在我离开你们家之后 你们没有自己去做呢 那么当然他们要我给他们拷贝 我是非常愿意的 后来才发觉到他们都用了我的拷贝 尤其是他们在可能在前几天刚去世 就在他们出病的时候 就在邻车那边播放他们的阿嬷 或者是阿公唱的童谣 哇那个感受跟那个画面 我最近就是在去年一个 我在沙登参与过的一个沙登社区艺术节 那么采集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客家老人的故事 那么他去世之后 那他家人说 能不能够帮他剪辑一段四分钟五分钟的 我们可以在灵堂 有人来的时候就播给大家 给大家听 那后来在他出病那一天 真的他们就把这四分钟那个段落 他说他有一个心愿 就是能够围绕着村子走一圈 那你想看 他在那条村落每个人都认识他 每个人都听过他的声音 可是他这把唱客家山歌 跟客家歌谣的声音 却没有真正被记录下来 所以当时我就特别拷贝了一份 然后剪辑了一份四分多钟的 在他绕着村子那一刻 你想看每个人就站在门口 就听着他歌谣从门口 对围绕而过 所以我觉得人的声音留下来的 并不是所谓的仅存的声音 它是留下来给我们 这个村落也好 我们的社会 甚至是我们的这个文化载体 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记 我常常会在思考一件事情 像吉安在座的工作 非常的有意思 也非常的有业业 因为他就是在收集赶债 这一些所有的相音 或者还听得懂 或者能够传达 这一些相音的这一些老人家 长辈的身上把它给留下来收集 所以可能有通过这一个音档 通过视频录音的方式把它留下来 但是我常常在思考一件事情 是我们留了下来 但是如果会听跟会讲的人 越来越少的时候 其实他可能也是另外一个需要去思考的问题 那留了下来之后 可能没有人欣赏 或者是可能没有人再听得懂 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也需要可能去稍微 你知道吗 我不能用弥补这一个字 但是可能作为年轻的一辈 我们是不是可能要去思考这一块 传播就变得很重要 传播的方式包括我们听得到 当然也有一个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我们会说华语 我们习惯性都用华语来认识华语 那当然我们在翻译成文字之后 有时候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就说 我们干脆翻译成文字 让我们来读 可是你读的过程 你还是用会用华语去了解它 所以我想用华语的文字 来辅助所谓的这个相应的话 它变成了两个层面的意义 就是你看得懂那个文字 你也听得懂那个当中的意思 所以这两种就变成一种互补 那当然也面对一个问题 常常有人说 比如说可能有一些 我们的方言 我们的相应是没有文字的 其实并不然 我们都有文字 所以后来我自己也算是去 进这方面的进修 我可以这么说吧 我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我是用了12年时间是边采集边学的 后来也自己去买书啦 然后去不同的这个社区 甚至去不同的会馆 去了解每一个方言本身的 它的那种特性 后来我还买了不同这个方言 不同相应的字典 因为客家话有客家话的字典 我有一本潮州话的字典 非常的厚 所以我们发觉到 字典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辅助 所以我听不懂还在说什么的时候 甚至我不知道该怎么翻译的时候 我就去翻查字典 那如果真的再没有办法的话 我们唯有找一些相近的字 作为辅助 后来我还是觉得文字 在这个区块变成一个辅助 真正重要的还是要听声音 因为声音才是我们真正如何发音啦 抓住那个腔调啊 甚至是重音啊 轻音啊等等 对 这些都是可以通过老人家的声音 去回溯那个相应的特色 声音的收集 跟这个记录的工作 就会变得相对更重要 所以在这里呢 因为刚刚在一开始也告诉了你 就是几安 今天也带来了好几首的这个歌谣 可以跟你做分享 可能也会听到你熟悉的语言 也可能你曾经在 你知道吗 你童年的时候 可能听过你的爷爷奶奶 也有哼唱过这样的歌 所以下一首歌 吉安来 刚才我们听那首是 鬼咖啡 是我唱的 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 其实那把声音就是吉安的声音 因为我们在说不同语言的时候 我们会变调 我们的腔调会跟着那个语言 本身那种发音 在产生改变 这也是我们语言教会我们的 如何运用声音 在说华语的时候 用怎么样的声音 用怎么样的这个胸腔来发声 可是不同的方言 可以教我们不同的这个 所以我觉得 学乡音是有很多的获得的 很奇妙也很有趣 对 那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播放的这首 那之前曾经说过 在采集的过程最感慨的就是 当采集老人家 可能若干年后他走了 你会发觉到非常的可惜 那接下来这个老人家 他其实还在 那可惜的地方就是 今天我们要听他唱 客家山歌已经是没有多大机会 因为他中风 对 那没有办法再 很洪亮的声音再唱了 那我最近有联络这个老人家 基本上他说话已经含糊不清了 可是这个老人家曾经在80年代 他是 甚至 我虽然不说政治了 但是在当年的全国大选 他曾经以客家山歌来拉票的 我想我知道你说的是谁了 这位前辈 对对 他叫邱惠中老师 那邱惠中老师在80年代 他的山歌是纵横了马来西亚各个地方 因为山歌他让很多的补选 或者是候选人赢了很多场 那当然我觉得这个关键不在于政治 关键在于当时的客家人 一听到山歌 那种亲和力 那种感觉上我被重视了 你可以唱客家山歌来 来给我们选民听 所以当时我发主要的老人家 真的非常棒 那今天为大家选来这一段 是一首过番歌 什么叫过番歌 就是当年客家人下南洋的时候 家里面的妻子跟丈夫 别离的那一天晚上 我们知道以前的生活 我们没有时钟 没有时间 没有办法看时间 他们都有打根骨 就是一根两根 打到五根的时候 就是天亮了 那这些妻子唱给老公说 我多么希望这个五根 也有润五根 因为润年有润月 比如说六月我们有润六月 这个今年有润六月 可是多么希望一天里面有润五根 那一是说我可以等多一天跟你相伴 因为这一别我可能就永远见不到你了 所以过番歌在当时是女人唱给男人 希望她记住家里面有一个妻子在等她 会记得要回来 回家 那可是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回来 对那个年代 好所以这首歌的歌名叫做 成头根骨打五根 好 我们一起来听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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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作曲 李宗盛 哦,他说 那个朱商计 他说你应该知道他姓徐 但是,你知道他这位是谁 他是斯拉阳 斯医员 斯拉阳区的斯医员 哦,OK 然后惠利就是在纽西兰的那位朋友 他也是有留言 他说他和母亲的家人 说潮州话和父亲的家人 说和婆话 街上和邻居说粤语和高中同学 说福建话 哇,OK 其实以前就是这样子啊 是,然后 詹秋利就是请你加油 然后安峰 你说十分配合 你在Live就可以看得到了 每个人在下面都留言 OK 可是你可能不要点那个画面 因为他会有声音 对对对,你不要点到那个画面 但你可以刷下面留言的地方 哇,很多老人家上网听电台的 真的吗 因为可能 你们什么时候在外州会听得到 外州都可以听啊 就是网上 因为老人家 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要等多久哦 找傻吗 没有的 不是,主页吗 有吧,可能要刷一下 OK,我觉得回来之后我们可以聊一下那个计划 那就可以播杨奄奄的 其他的可能就是新画画可能很短的啦 还是我觉得在一开场等一下就先播一播 新画画跟上海画我觉得 可能大家听得懂他们在讲什么 对对对,我们可以先来让大家先听一听 才二十几秒,所以还OK 我跟你讲哦,我是一个Facebook 对对对,所以他可能会有点 所以看不到是不是 我根本是不上潮流的 我要检讨一下 OKOK,你有吗?有看到吗? 有看到啊,下面的里面有看到是不是 其实你过后可以再回去再看,他会留着 因为我们会把它留着 对 你没有做广播的吗? 蛤?你没有做广播? 没有啊 他以前叫グルーパ 你知道我们是同学的吗? 我是同学吗? 同校啦 同学吗? 我吓到同学两个字 应该 学长 小我两年吧 OK,好,可以 不是吗? 对对对对 不是小我两年吗? 一年啦,一年 小我两年啦 一年罢了啦 是我比较老还是你比较老? 哈哈哈哈 OK,Andy Andy,你问的另外一个是谁 你是说现在在跟简安对话的吗? 还是你在问的是我? OK 啊,在直播这的啊? 在直播这的? 天哪 所以现在有一个朋友就问说另外一个是谁 我在想说你这个问题问的是 这里有很多人 对,这其实还蛮多人的 都是北马人 OK,都是北马人,哈啰 北马哪里啊? 这位是Erica Erica也名字很有趣哦 Erica Taxi Quay 开taxi的吗? 是吗?是开taxi的吗? 极安问,OK好 哦,和极安对话那个 和极安对话那个是他的学弟 然后现在也是我们的同事 负责数码平台的 他叫John俊武 OK,我们还有 有一点不习惯直播 是哦? 对对对 没关系就当成自然就好自然 我们老年人不要少玩这东西 好,30秒 你现在收听的是 CD Plus FM 环球直通 FM106 你好,我是佩玲 佩玲,你好 我是吉安 是,再次欢迎吉安 那其实吉安 准备了好几首的这个歌谣呢 其实其中有两首呢 分别是上海话 还有新画画 我想让大家听了再揭晓 哎呀嘛 我已经把它讲出来了 对不对 应该先让大家听一听 因为其实对很多朋友来说 可能对这两个相应会熟悉度 会稍微比较低 是,因为马来西亚 可能大家相对来说 认识的我们的籍贯 可能都是停留在福建人 客家人 潮州人 相对来说忽略了 其实马来西亚的籍贯 如果保守估计 所谓的保守估计可能更多 肯定会更多 我们有超过三十到四十个机关 可能对很多朋友来说根本不晓得 对啊 这么多 我们从来都没有去了解 身边有很多 我们没有听过的机关 比如说 刚才你提到的上海话 大家可以说 马来西亚有上海人吗 基本上可能大家不知道 上海人在马来西亚被归类为三江人 就是三是一二三的三 江河的江 为什么叫三江呢 就是浙江江苏江西 马来西亚也有三江会馆 可是他们的数量并不多 要如何找到他们的这个足迹呢 很简单 只要你的社区有洗衣店 基本上就是三江人 他们不是上海人就是苏州人 要不然的话他们做气泡的 所以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 他们是比较后期来到 所谓的当时的马来亚 在独立之前 是 他们来到之后 他们基本上从事的工作 都是比较所谓的 有一定的知识水平的 比如说他们当老师 好 除了之外呢 还会做这个西装 洋服 那当然也包含了所谓的洗衣店之类的 所以这方面也造就了 这一个机关本身 他们后来才来到马来亚 大家对他们的认识就不多了 那其他的比如说好像新画画 那新画画可能大家一听 大家会以为它 它到底是什么语言 基本上它是属于福建人 那一般上我们提到福建画 是 我们在北马我们说福建画 福建画 可是我们并不知道福建画 其实福建画又分福建闽南人 对 还有福州人 可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广泛的福建画 基本上是闽南画 是张州音或者泉州音 又或者是厦门音 那在福建里面我们又分什么呢 我们有新画人 有福州人 甚至我们还有所谓的客家永定 他们也是属于这个福建永定的 所以他们也是客家人 所以福建语系里面 他们包含的不仅是我们所熟悉的 北马的福建画 他就这么样的广泛 又那么复杂 是 所以现在我们一起来听看看 这两首 刘吉安带来给我们的这两首的歌谣 好 心疏 交磨 涼 测 generator 감을捜 亚 瓦身 寄 隔 之鲁 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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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聽到嗎? 聽到 聽到 我覺得聽到那個新話話說其實心裡面有那種 有激動耶 你聽得懂嗎? 聽 我不能說百分百啦 但是大概聽到七 百分之七十吧 這兩段其實是同一個 我們說的同一個 一個主題 就是用個別的話 再說十二生肖 啊 對 上海話 十二生肖 上海話聽 聽到沒有 當中有可能大家聽得懂 比如說兔子 就是兔子 有一個完全可能大家抓不到的 就是猴子他們叫做瓦森 你不要聽錯成為那個品牌 對 所以 午餐會覺得說真的 那個聲音它其實是能夠打盡人心的 嗯 你可能對這個聲音你聽不懂 你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但是那種聲音能夠傳達的那個情感上的一個感動 是可以進到你的心裡面 是 對 所以在這個部分呢 香音母語這樣的一個情況 它的播種 它的延續就變得非常的重要 所以其實呢 在剛剛過去的星期六 也就是七月二十九號 就正式開啟了香音母語播種計畫 嗯 那吉安能否來說一說這個計畫的終止 還有現在正在做的事情呢 是 呃 剛才大家聽到的兩段 都是我們傳播計畫的兩個導師 嗯 所以我們這一次的導師大概有二十個左右 二十個都是代表著不同的 不同機關的 他們都是會館的老人家 是 他們平時都在會館教這些所謂的香音母語 嗯 只不過因為傳播的那個 呃 這個所謂的平台沒沒那麼廣泛 嗯 而且老人家你要上他們上網 他們又不懂 實在對 所以有點困難 所以這一次我們的香音母語傳播計畫 就是幫助他們 就拍了視頻 嗯 像現在我們拍的這個所謂的FB的直播 對他們來說幾乎是天方夜談 他們不可能這麼做 他們也勉腆 嗯 那我們就幫他們就是把他們帶到我們的Studio 我們的錄音棚去錄好了之後我們剪輯 所以剛才我們聽到那個段落 我們接下來會讓大家聽到 比如說你想學新畫畫簡單的生活詞彙 比如說十二生效 嗯 怎麼念 嗯 那我們就有視頻老人家就一字一句的 是 下面有這個文字的解釋 那我們通過這樣的方式就是讓大家看到 甚至我覺得這樣的一個做法就是 我們沒辦法了 因為要到學校去教不可能 因為能力有限 當然資源也有限 再加上有一些學校還是維持著 所謂的多講華語少說方言 嗯 我們唯有通過臉書 就是FB的方式 讓大家去看了之後 你可以去到免費的 讓大家去親近他 讓大家去擁有他 我覺得像這樣的一個方法是最直接了 因為每個人可能在吃飯的時候 都會忘一下手機 雖然我們不是天天希望大家都是吃飯看手機 是 可是你看到這個視頻 他陪你吃飯 對 可能你在吃飯呢 那短短的這個幾分鐘的時間 你就聽懂了 學會了你自身 比如說新畫畫 我從來沒有 可能我自己本身是新畫人 可是我原來新畫畫一句 連吃飯怎麼說我都不懂 嗯 我們希望可以通過這樣的一種 臉書交流的方式 讓大家可以直接的去 download 去學 那這個播種計畫呢 是呃 為期多長呢 這個播種計畫 呃 是傳播計畫 傳播計畫 也是播種了 對 我們希望他可以成長大成芽 那這個傳播計畫 我們希望他是無限期的 當然呃 這一次是由呃 全國華總的婦女部 還有呃 東盟文化傳譯推廣基金會 他們携手合作 嗯 那當然我們這個基金呃 會包括了華總呢 是完全無限的力量 嗯 包括金錢的支援 也希望大家可以通過任何的方式 來輔助我們 那我們希望在兩年裡面 可以達到一個呃 一個成果吧 至少大家不會抗拒 嗯 因為我覺得目前來說大家還會抗拒 因為一提到方言 所以我們從來不會用方言這個字眼 嗯 因為我們曾經經歷過多講華語 少說方言的時代 如果我們用方言的話 可能在一些人心目中 他有一些既定的 對 覺得方言 幹嘛要說方言 所以我們用相音 是 對 這個相音這個字眼 其實在中國在台灣 他們在沿用 因為有一些學術界的認為 我們不應該用方言來界定它 因為方言 給人感覺他們的這個地位 是比較卑微 是 是比較邊緣的 我們希望能夠通過一種 比較溫柔的方式 甚至在台灣 他們也有母語課 原住民有原住民的母語 客家化有客家化的母語課 明南化有母語課 當然 因為在台灣是由政府去做 是 那在馬來西亞 我們只能夠用民間去推動 所以藉著這個華種婦女部 跟東盟文化傳譯推廣基金會 我們希望能夠結合兩個人的力量 我們先以馬來西亞為主 當然我們有更遠大的目標是 東南亞 是 區塊 所以我這一次他們就特別邀請我 成為這個計畫的一個策劃人 我們也結合了性基源大學的 學院的老師來參與 變成了這個計畫 他就有一定的這個學術的背景 所以我們挑選的一些生活詞彙 也包括了我們接下來錄製的老人家的 童謠啊 歌謠啊 都是比較正面的 我們希望大家可以拋下對方言的一種既定的印象 認為 他是出俗的啦 認為他是比較不入流的 我們去尋找 湘瑩本身他有很棒的文學的底蕙 是 比如說歌謠 童謠之類的 是 其實我常常會覺得說 湘瑩他肩負著的一個歷史的意義 還有他的價值 絕對大於我們所能夠想得到 我們常常會覺得說 呃 湘瑩這件事情可能只是讓我們知道我們的根 或我們來自哪裡 我們是誰 其實還有很多可能是我們沒有想到 就像是剛剛吉安所說的 他其實可以 除了有文學的一個賤賞 或者是文學的一個記載 歷史的這個背景之外 其實更多的時候 他可能呢也是讓我們 你純粹從一個欣賞的角度 或者去清淨自己原本從哪裡來的這個部分去思考 可能你對於你自己的一個自我定位 也會有另一番的想法和意義 那接下來呢 在節目的尾聲呢 要給你聽到的這把聲音 啊這把大家肯定認識 大家看過他的電影 他也是馬來西亞非常著名的女演員 就是楊燕燕 楊燕燕成為了我們這一次傳播計劃的大使 他的視頻 將會隨時隨地出現在我們的臉書 如果大家想看想聽 甚至是不只是楊燕燕 其他老人家的一些視頻 可以上到我們的臉書 只要你進入香音考古 香音考古就找得到了 甚至我們還多了一個活動 就是9月21號 我們將會把這些老人家請到現場唱童謠 然後有老人家親自煮他們七種香音的菜謠 請大家吃 好 在龍雪花堂 好那如果想要知道更多關於這項活動的詳情 可以到臉書的專頁 也就是香音考古 今天非常感謝楊燕來到節目裡頭 謝謝 謝謝佩玲 有個定時會 就是正點會結束的 嗯,就是不可以超過 不可以超過 你們有整點嗎? 蛤? sorry? 你們有整點嗎? 其實是有的,不過我超過了今天 哦 不要撿啊,你們反正都沒有新聞的 暫時沒有 好,謝謝大家今天的參與 我看到Live那邊很多人留言 所以我覺得有一些問題呢 要交給吉安去回答啦 所以如果我們去看一下吉安等一下有沒有空 所以如果他有空的話 他可能就是會回答你們的一些提問 包括說有人問是不是吉華的 是 是,是 OK,吉安是吉華的 OK,好 所以呢 我覺得大家真的是可以到那個Live page 就是相應考古的Live page去Live Follow一下 所以如果想要知道更多關於 這一個傳播計畫的一些詳情 都可以在那邊得到 或者是如果你很關心吉安的話 我覺得在那邊也可以有吉安的一些 就是近況會跟你分享 所以也請吉安就是跟大家說幾句話 然後我們就結束了這個直播 感謝大家想念我 我會繼續的往前走 謝謝大家 好,謝謝掰掰